为了推广桃园的优质红茶 桃园市农业局每年都会举办优质红茶评鉴比赛 今年的特等奖由龙潭区70岁的茶农了文金获得 妻子跟儿子也分别拿到头等奖 也是家中第四块特等奖牌 他表示非常荣幸会持续精进制茶技术 就努力向上 到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今天拿到这张彩带 那是我最荣幸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找材料 还有我们尽量就是怎么要加工 像我做茶的时候 就好像每一天都在做比赛茶 就努力向上 这几年气候异常 茶产业也面临极大的考验 前两年遇上大汗 今年则是碰上豪雨水分过多 廖文金表示这次能得奖 全靠经验功力跟技术改良 今年的茶业品质和去年是比较平淡 到最后我们也经过改造的方法做起来 也不输往年的 所以我们今年是有调整就是制茶的手法 对我们调整自己制茶的方法 要怎么去揣摩 我们今年有特别的在研究 所以说今天研究的不错 我想说以后也要继续保持下去 豪远的红茶是蜜香红茶 市府更打造出自由品牌陶饮红茶 取自人面桃花响应红 市府今年持续为茶农制作防卫标章 以及新包装 透过品牌化高质化来推广在地茶产业 也是精致红茶 更是这个有非常独特的风味 那我们烘焙完成之后 外观是非常的尖细 色泽是墨黑 但是很显仑 那茶汤非常的红艳明亮 那香气也非常的淡雅 滋味是甘醇浓郁 非常好 不需要加糖 喝能饮的也可以 这个泡成热的茶汤也可以 这个是手采红茶的奇品 今年桃园红茶评件的参赛点数 比去年增加两成多 有438点竞争相当激烈 市府希望借由评件比赛来层层把关 让爱喝茶的消费者安心喝好茶 并且打响桃园的茶经产业 记者赖五一桃园报导